今天现场来的朋友们来听听看你们分享 在自己儿行千里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你们的爸妈在你们离家的时候 跟你们说过一些什么话 或者做过一些什么事情 让你们一直一直都记在心里的 可以来跟我分享一下 河老师您好 我叫王岳然 我刚刚大学毕业出来创业 常常忙的吃不上饭 然后也睡不着觉 这次十一假期回家的时候也是 然后假期结束的时候 我爸爸去车站送我的时候 然后就跟我说说 女儿爸爸知道你一个人在外面很辛苦 很难很累 但爸爸想告诉你 家是你永远最可靠最温馨的港湾 不论你多难多苦 只要你回头 爸妈永远都在你身后 相信这对于现在正在创业的 很艰难时期的 你是一个非常大的安慰 他们说这些话 是让我在一万次失败 一万次跌倒之后 又有了一万零一次爬起来的勇气 加油 祝福你 谢谢 老师好 大家好 我叫钟佩佩 在我上大学离家前收拾行李的时候 妈妈忽然给了我一个她的日记本 说如果你在学校想家的时候 就可以打开来看一看 回到学校没多久 我就打开了它 发现里面记录的是妈妈从怀孕 到我五岁时候的事情 然后里面还藏着爸爸给我画的 我睡觉时候的照片 丑萌丑萌的特别的胖 那个时候忽然觉得人在外地 但是呢也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有这样的爸妈简直是太幸福了 羡慕你 谢谢 何老师好 我叫马玉杰 我开学前在家收拾行李 然后妈妈当时跟我说 说家里新买了很多核桃 你带些去学校吃 我说我就不带了 因为在寝室也没有什么工具 不好包壳 后来我到学校之后打开行李箱 就发现我的行李箱里有 满满的一大便当盒的核桃人 就是那应该是我们家最大的便当盒了 我当时就真的是 就一阵鼻酸 就觉得不管你离家多远 都可以非常非常清晰地感受到 妈妈对自己的关爱 我们不能有什么要求被家人知道 只要他们知道 他们就会想尽办法地去满足 总有一天你父母可能也会因为种种原因 可能打不开那个核桃 那个时候你要记得这一大便当盒的核桃人